動漫我要聽 主持人 永博 電波嶺 發財 促進 會 三十個牛海 給我SSR Hallelujah 歡迎來到動漫我要聽 二十年前電視播了什麼樣的動畫 快來聽聽哪些作品過了二十年 依舊一樣有人氣 李妮娜卡西帶你跟著KIMERU 朝夢想的道路前進 李妮娜卡西 你現在聽到的歌曲是來自 網球王子的第一首片尾曲 由KIMERU演唱的 You got game 歡迎來到李妮娜卡西 我是永博 剛才節目一開始 我一聽Mellon報歌名就知道 又有人在自回 可可 還可可 好吧不要理他 在單元之前 有請坐在永博旁邊的李妮 出個聲 安安我是又來自肥的羊子 哈囉我只是進來錄腳本的Mellon 晚安我也是單純進來錄腳本的Bipa 好的今天 娜卡西我們都是因應羊子的自肥 要來聊聊這位多才多藝的藝人KIMERU 他不僅僅是一位會自己做詞的歌手 同時還是一位舞台劇的演員 但是在出道之前KIMERU在老家是做什麼的你們知道嗎 他是當郵差的 而且還當了三年耶 哇 說真的蠻不能想像KIMERU當郵差的 因為在舞台上唱歌還有就是演舞台劇的KIMERU跟郵差 這兩個形象真的很難聯想起來 其實KIMERU他是從小學就想當歌手 不過當時只是很單純的嚮往歌手這個職業而已 比較具體的夢想還是當郵差 雖然高中被朋友帶去看一些樂團的live 但畢業後還是選擇在老家當郵差 不過他的內心還是覺得自己想唱歌 所以後來開始參加爭選會 就在朋友的鼓勵下 KIMERU參加了網球王子主題曲的爭選 並且被錄取 為了錄這首You Got Game KIMERU開始了週末在東京跟熊本兩邊跑的生活 同時也開啟了他的演藝生涯 這也成為KIMERU出道的重要契機 也是我知道KIMERU的重要契機 沒人問你不過我也是 但是我會知道KIMERU是因為遊戲王的片頭曲 Overlap 這首Overlap是由KIMERU自己作詞 除了一開頭的電吉他 讓人感到熱血以外 KIMERU的高音更讓整首歌曲增添了色彩 真的 既然是搭配動畫主題曲的放鬆 當然在作詞上也會更貼近作品 KIMERU在滿早期的訪談就有提到 因為主角五層遊戲給別人雙重人格的感覺 所以KIMERU就以像是兩個物體 重疊為一個的感覺來作詞 在歌詞當中也有提到 光和影 複蘇這些詞 這些都是遊戲王當中的一些關鍵字 KIMERU也提到 Overlap是他開始作詞以來 第一次單獨完成的作品 一開始也覺得 在短時間內要作詞很難 但是讀過遊戲王以後 他就把想到的詞彙全寫在筆記本上 再潤色成歌詞 KIMERU也說自己很喜歡像光和影 這種兩極且帶有強烈色彩的虛物 所以寫到後面也蠻順的 這首Overlap不僅讓KIMERU人氣更上一層樓 同時也讓大家看到了他很堅強的實力 我們納卡西也常常受到聽眾朋友 點播這首歌曲 接下來我們就欣賞 遊戲王怪獸之決鬥的第五首片頭曲 由KIMERU演唱的Overlap 在單元一開始聽到的You Got Game 還有剛剛聽到的Overlap 都是KIMERU比較廣為人之非常熱血的歌曲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KIMERU幾首 比較不同風格的歌曲 我們的刺肥羊已經躍躍欲失了 那就交給你了 好的,那我來了 首先我一定要推薦這首的Pleasure of Love 沒有,為什麼要偷笑 我一定要先爆料妹妹在旁邊偷笑 大家記得看花絮 好啦,講回來 這首歌就像少女漫畫一樣可愛 The Pleasure of Love 是在講述神明陷入戀愛 因為神明戀愛的心情從天空降下 而使得街上的人們也陷入了戀愛的情緒 這歌曲是不是超少女心炸裂的 我不是很想附和楊子 但不得不說這首歌是真的挺可愛的 而且KIMERU也提過 以往她作詞的情歌都是比較悲傷的 當時在籌劃歌曲的時候 她就提出想要做出一首積極的作品 確實KIMERU也成功了 看看楊子還有我那副陶醉的樣子 其實我也不是很想要附和楊子啦 但我也覺得這首歌很輕快很好聽 真的 而且KIMERU的高音真的是加分點 像是剛才播的Overlap 我覺得KIMERU的嗓音帶點嘶吼 讓整首歌聽起來更加熱血 而在The Pleasure of Love KIMERU的高音讓歌曲聽起來更加輕快 有種很爽朗的感覺 心情都不自覺的變好了呢 雖然我很不想附和 但是這首The Pleasure of Love 本部也覺得聽起來很熱鬧 我們說了 歌曲裡面還寫道 神的悲傷是因陷入戀愛而無法成眠 KIMERU也提到 她覺得戀愛雖然有美好的地方 但是也有相當辛苦的一面 所以就把這句話寫了進去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欣賞 這是由KIMERU所演唱的The Pleasure of Love 現在就要安口去 晚點再說吧 先休息一下才能嗨到最後 前面三首歌的節奏都是比較輕快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聽聽KIMERU的慢歌 Beat a Path 這首歌曲也是由KIMERU自己作詞 寫給正懷著夢想闖蕩的人 是的 其實一開始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還蠻驚訝跟蠻驚艷的 驚訝是因為對KIMERU的印象 就是她的歌曲很熱血 沒想到她也有這麼好聽的慢歌 而驚艷則是KIMERU唱慢歌也好好聽啊 哎唷喂啊B-POP你是吃到羊子的口水尿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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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B-POP本性的一環 應該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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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會誰寫的 OKOK好喔 這首歌我覺得KIMERU有稍微把自己的故事投射在裡面 不管在哪個國家公務員都是最穩定的工作 但是KIMERU卻放下了安定的生活 跑去東京唱歌 當時她的父母是沒有什麼意見 可是奶奶卻大發雷霆 非常反對 畢竟老一輩的觀念吧 不過後來KIMERU在東京開演唱會的時候 奶奶還是跑去看了 沒錯聽起來好可愛 雖然KIMERU的演藝之路還算順遂 但她還是會有煩惱跟疑惑 不過KIMERU她認為只要堅持信念 就算有很多分岔路也可以把分岔路變成一條路 擁有自己的信念就不會對自己的選擇後悔 沒錯像KIMERU以前想當郵差 是因為她非常喜歡寫信 在全國各地都有筆友 每天都很期待郵差的到來 覺得郵差是一個傳遞幸福的工作 但是現在唱歌給大家聽 也是把這種能量傳給她的歌名 算是另外一種傳遞幸福的工作 雖然郵差跟歌手是兩條分岔路 但是最後都是通往傳遞幸福給人們的工作 聊到這裡我們先來休息一下 一起欣賞由KIMERU所演唱的Beat a Path 接下來要欣賞的是一首比較特別的歌曲 歌名叫做Summer Rain 本部一開始聽到這首歌開頭的木吉他Solo 就有一種置身在沙漠那種神秘的感覺 後來進入主旋律的時候 神秘的感覺轉而成為一種惆悵的情緒 是的 這首Summer Rain 確實是在講述分離的情緒 而且我覺得這首歌的情境 真的描述的讓人莫名心痛 就是突然在下大雨的時候被甩 看著對方就像個陌生人 但是我就是沒辦法忘記你 命運的線在這片大地上把我們連在一起 唉 搭配木吉他的聲音就像雨聲一樣 讓人感到悲從中來啊 Mailin 我懂 我完全的懂 雖然我不想被你懂 唉 你怎麼這樣啊 誰破壞情緒啊 真是的 好啦 Summer Rain是我大學時期非常喜歡的一首歌曲 因為有一陣子我很喜歡色情塗鴉這個樂團 那Summer Rain有點像是色情塗鴉這個團體給我的感覺 而且呢以前年輕的時候啦 呵呵不太能理解這首歌的韻味 小時候啊比較喜歡Yuga Game 或者是Make You Free這首歌曲 總之就是網球王子的歌 謝謝畢放的補充 對啦 對啦 但長大後呢 大概也是在外闖蕩吧 世事也看得多了 漸漸也能理解這種心痛的滋味 結果我意外跟楊子友共鳴 唉唷 被帶壞了 被帶壞了 應該說你這種心情我懂 每個年紀對於同一首歌 都會有不從的感觸 真的是不是 唉雖然感覺上 好像又被某人炫耀了一下年紀 沒有沒有 但是像永伯活到這把歲數 看過的事情那也不少啊 其實啊 也是能夠理解 楊子這種心態上的轉變 永伯別這麼說永伯永遠18歲 Mellen謝謝你 等一下下去淋一杯奶茶 好啦好啦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欣賞 由KIMERU所演唱的Summer Rain 講這種話可能會被打啦 但是我真的是聽KIMERU的歌長大的 有人可以先打他一下嗎 不要這樣子 你只要講話就想打 這樣啦 好啦這聽眾朋友先答應我 千萬不要翻譯這句話 然後寫信給他好嗎 而且我是真的很敬佩KIMERU 能夠駕馭這麼多種風格的歌曲 而且很多都是他親自作詞 不得不肃然起敬 不僅如此 KIMERU因為唱了網球王子的片尾曲走紅 後來也演了網球王子舞台劇的不二學長 因此踏上了舞台劇之路 又會唱歌又會作詞 還會演戲 還有主持廣播節目 對呀 真的是全方位無死角嘛 沒錯 其實說到KIMERU 我自己覺得他的譯名還蠻有趣的 KIMERU寫成漢字就是決定的決 這代表他在音樂這條路上的決心跟決意 不過這個譯名還有另一個由來 就是KIMERU很尊敬的人 曾經對他說 去決定人生的目標吧 從那時候開始 他就不斷的想 總有一天要使用KIMERU這個名字 好的 今天跟大家聊了KIMERU 這位歌手各種不同風格的歌曲 節目進行到這裡也接近了尾聲 今天的晚安曲是遊戲王 Rance的第三首片頭曲 由KIMERU所演唱的Calling 非常感謝 今天在動漫我要聽 跟FB粉專一起實況聊天的朋友 今天的錄音話序 會在下周上傳到YouTube 如果想要回顧以前的節目 可以到Bravo電台官網的精選節目 點閱回顧喔 如果想要跟我們分享喜怒哀樂 也歡迎到動漫我要聽的粉絲專頁 利用電波點唱機的表單來投稿喔 同樣歡迎來逛逛永博 跟我們各個里民們的FB專頁 來追蹤電波里民們的最新動態吧 沒錯 快來按讚 期待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動還有交流 最後祝福大家有一個平安喜樂的週末夜晚 動漫我要聽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